豹菇是很多人的最愛 還是有些人看起必買的零食 豹菇是粟米做就很多人都知道 但你又知不知 原來不是所有粟米都可以做到豹菇 粟米一般有三類 最左邊的統稱叫野粟米 多數是用來做動物糧食 或者食物加工原料 中間的甜粟米就是我們吃的粟米 右邊的爆裂粟米才是做豹菇的原材料 爆裂粟米其實是一種雜交的粟米 即是由兩種粟米配種而成 30 年代在美國盛行起來 再演變成豹菇 為何只有爆裂粟米才做豹菇 爆裂粟米特別之處在於 它們的澱粉質排列非常緊密 澱粉質和澱粉質之間的空規很小 所以當它們一加熱的時候 水份就會蒸發膨脹 最後就爆開了 這樣就形成了豹菇 爆裂粟米的果實粒比一般粟米小粒 比較堅硬 表面乾乾滑滑的 1000粒只是重90-160克 只是一般粟米的五分之一那麼重 多數分為珍珠型和米粒型 隨著爆裂粟米的興起 美國開始流行豹菇 很多公司都大量生產這種粟米 推出自家製的泡菇品牌 例如有這個Jolie Tom的牌子 就是加傳戶曉的美國泡菇品牌 甚至有自己的粟米添加 爆裂粟米營養豐富 含有蛋白質、澱粉質、纖維 維他命B1、B2等等多種維他命 泡菇的營養其實跟其他粟米都沒什麼分別 一樣有營養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